目前進度 天花板的那個蓋子已經蓋上去了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 全熱的那個維修孔 他這個都有切縫了 那到時候會劈土啊 然後把它弄進去這樣 就是 然後這個砂碎頭啊 又露出來了 然後 因為我的高 我天花板這邊是有高低槽的 所以他就是 用了這個東西 就是煙湖倒角這樣 以前我自己習慣都是全品的啦 突然有一個 煙湖倒角的地方 感覺是怪怪的 這邊 客廳的 然後窗簾盒 外水管 都有先做起來了 客房是 就沒有問題了 對 目前是這樣 工作室 也是有留 但留這個小孔不知道是幹嘛的 然後這邊是留 冷氣的回風口 這樣 這邊也沒什麼問題啊 然後主要就是那個地方 這裡 因為他這邊其實 其實很高 很矮啦 其實很矮 到時候可能要包 不知道怎麼包 主臥的部分 也都放上去了 然後 可能到時候還要 再挖孔吧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 全的出風口 我看不到在哪裡 今天 天花板 上完那個什麼 AB焦啦 AB焦 然後補一點油漆上去 一點油漆 所以我也看不出來 是 補了什麼東西 這應該也不是油漆我覺得 那P5之類的吧 就是目前是長這樣 可能刷要刷到明天吧 粉塵蠻多的 真的粉塵蠻多 然後 走廊道的 這是客房的 可能是先上一層什麼 P圖之類的嗎 看不出來 然後牆壁 牆壁應該是還沒有弄 放了 這邊有一個 燈 應該是供能在使用 我覺得他 這邊是 好亮 亮到看不出來 這邊是 沒有上 蠻明顯的 目前就這樣 主握的話 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擋得 適不得性 目前進度 其實差一天而已 就看不出來 大概就這樣 今天 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特別變化 都差不多 探索廢墟一樣 可以 過天有一棵 維修口 就我這裡有了 這樣子 這樣子 是可以的嗎 這樣是可以的嗎 那個 六王拿得出來嗎 75 真的45 應該是可以吧 這個地方 還沒 這是廚房的地方 這個孔洞還沒有弄 好今天是 有天花板的那個 P2 P2上去 就是 已經看不到 快看不到那個痕跡了 這是天花板那個間隙 其實用差不多了 然後木頭這邊 把它弄了 其實我覺得 有原木色還比較好看一點 這是 這是第3道了 應該不是第3道了 是劈塗完之後 應該還在劈 一兩次吧 這客廳的部分 走廊的話 只是可以看不到那個 縫隙 客房的話 這遊戲工程其實差別就最不明顯了 客房這樣 工作室其實也差不多了 然後開一個小窗戶要通風用的 OK 主臥室 主臥室OK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這是我包樑 我包樑還是會有一個腳腳在這裡 還是我有這個腳 這樣子算包樑嗎 我再問問看設計師 這差不多這樣子